很明顯菲律賓林也有 看到這套戲裡面的反應 但是我真的想說 什麼叫好學不學呢 這些東西 從來以前香港人做生意 過舊香港 貨物出援 恕不退換 就寫定在那裡 但是是不是真的不退換呢 很多時候 我自己做零售業 也認識很多朋友做零售業 其實我們做零售 很多時候 其實是很合理的 譬如 我無論是自己打工也好 或者做老闆也好 我們說合理 有些事情真的不行 那我們為什麼不退給你呢 有什麼所謂呢 一般來說 我們是覺得OK的 換個健身的給你 或者換個特件貨 就沒有說退回錢 不是因為生意難不難做 而是要防止有些人濫用這樣的機制 反正如果貨真的有問題 我也是退回給支援 我們作為營商的人 過真價實 那支援也會給面子 因為我們是顧客 你不會過分的 為什麼要難為你呢 好了 在這種情況下 北美洲 除了說人權之外 也說了消費權 於是就慢慢造成這些 所謂的爆退爆換 那這些爆退爆換呢 當然人家是有個cost在那裡的 也都因為人家會計算那種cost 其實每一個消費者 手上買保險感 是給多了錢的 令到你又買過一件東西 人家都會計算的 說你無緣無故要來這樣截選 但是當大家不是好做這件事的時候 不是不做 不是好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呢 那就等於你買一件產品 你不合心水之後 你可以退貨的保障 可能給你一元幾千 大家都願意 鬼女有沒有濫用 是有的 我也認識的 但是基本上來說 是不會這麼過分的 我最記得 特別是那些中學畢業的最多的情形 沒什麼錢 high school 謝思宴 想穿好一點 於是乎 那就去買一件產品 然後退 又或者家人有給錢去不獲 我來想過去 我們退 是有的 common common 頗 common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都貴了 人家都計算這件事 但這件事是不是值得去圓要呢 當然不是 但是懷人呢 就真的是混蛋了 不單止做這件事 無論在北美洲 在香港 在歐洲 他還要炎耀 權利就拿到盡 責任就不上負 然後還要告訴別人 你看多笨 我教你 不要剪牌就可以了 好笨子 怎麼去 你怎麼去做 人家做生意怎麼做呢 這些事真的說合理 他們有些人 你是說不明白 你跟他們說這件事 那不是 他寫明的 他可以不退 他可以不寫的 那我就不買了 那 問心那句 他好像很有道理 我跟大家說 這些人用三個字 就行了 含家產 香港最多的含家產 我告訴你 香港人含家產在 好學不學 你怎麼學 根本是知道 總不用學的 對著強權 暗春 對著弱勢 譬如去百貨公司 去餐廳 去酒樓 動作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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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問了十個 做前線行業的 無論是餐廳 市映也好 做空中服務員也好 你問問他們 大家問問他們 或者你自己做這些 究竟是大陸人吏 還是香港人吏 十個 十個答案都是香港人吏 香港人 大陸人吏 因為他不認識 或者有些人橫盲 香港人吏 他是認識的 是舔東西 是舔東西 好了 到有人一發覺 人家叫口探手 一句說話 令到他所謂簡單一點 舔不到東西 就一個屁股圈就繞下去 你的態度不好 怎會是態度好 所以我從來 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 無論是打工還是自己做生意都好 顧客 我們一定盡量去服務他 這是做生意指導 但是沒有說顧客永遠是對的 沒有這件事 顧客永遠是對的 就是那些怕負責 不肯承擔的管理層 握握人的東西 有很多時候 老闆也會跟你說 Barry 不用這麼硬 你為了這件事 影響了商語 是不值得去衡量這個利益的 但是他又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在支那國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 你是合理的 這件事是重要的 合理的 你就自然能夠 build up 了你的 image 然後吸引到那些合理的客人 你是含家產 因為中的客人 就吸引那些含家產的客人 做生意當然要選客 因為含家產的客人 是會令到你屁股 我這次是想說營商之外 是令到你屁股 你屁股分分鐘會出現的 不要以為我做到這件生意 做到大的生意額 你後來事後 那個無限 無論是商譽 或者其他有價值 有品的客人 是不會光顧你的 你當然要選擇適合你的客人 你說香港市場小時候不能選擇 屁股 你屁股 西極 以前沒有大陸市場 也有七百多萬 不是呀 現在租很貴 你也懂得說這句話 你就不應該在香港再作實體投資